餐后一小时血糖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春宏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大概朋友们经常会被医生问到 你有没有测餐后血糖啊 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说的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为什么要单独提出一个餐后一小时呢 主要是我们要了解一下 血糖在体内的一个波动的生理过程 当我们就餐以后血糖一般是在30到60分钟左右 达到我们就餐以后的高峰 在此之后呢就会逐渐的下降 往往在餐后两小时左右就应该是接近于我们的空腹水平 所以如果您关注到餐后一小时这个左右的血糖 也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我们正常人理论上讲餐后一小时的血糖 应该是6.7到9.5毫米每升左右 在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您发现就餐以后 餐后一小时的血糖已经超过10了 那就已经是超出我们正常人应该承受和转化的这样一种能力 就提示您的仓后血糖就有偏高的可能 我们就餐以后血糖升高是符合我们客观逻辑的 关键就是一个度就像刚才大家关注的6.7到9.5毫米每升 在这个范围内那我们体内如果是胰岛变胎细胞的功能是正常的话 它就可以分泌恰当的胰岛素来合理的转化这个时候的高血糖 使我们的血糖还要回归到一个接近正常的这样一个很少的波动的范围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话 我们糖尿病患者的仓后血糖往往就是不容易控制 那么我们要控制它 您能够做到的首先就是要控制饮食 并且要注意仓后的适量运动